妈的今天上半场进三个 皮克老然后很多四代的 世界杯粉丝看修看得这么憨 憨得不得了 好像是拿了个2.0 开心五行了 然后说给它找一个值得多的料的 值得多就是以下情绪 给它选择一个6公斤的一公斤 过来给你们看一下 首先在有6公斤 皮克是非常老的 这种东西其实就是皮克料 很多人喜欢切种料的 皮克老然后很多四代的 在上面 是吧 你们也叫四孟 在上面 看到没有 整个料型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地方有道大裂 压灯来看的话 看到没有 皮克料就是这个样子 压灯有限不是很明显 就是玩它的皮克 玩它这个色就能画进去 这个有道大裂 这个料其实怎么切呢 如果我按照大裂切的话 裂的地方是最不好的 对吧 我其实可以按照大裂切 也可以按照这个系列来一刀 现在呢 我的签法是什么呢 先按照大裂来一刀 然后再按照系列来一刀 切开如果很想的话 那系列都省了 好了 废话不过说 直接上去 切完给你们看 开刀 好 一切一下 万一万点 老板 北一样的英格兰 耐那个兄的 平时一个小丘狗 今天上半场进三个 刚才穿着衣服挺舒服的 这会脱了衣服 就看球赛的性格都没有了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料子切下来了 切下来之后 掉下来的时候 那道系列摔断了 可以看到有晶体很粗 然后是个豆种 很不好的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什么 鸡雕大白菜 皮颗料就这样的 一刀下去之后化开了 就OK化不开化都不好 基本上就这样完蛋 所以说平时让你们选料子 选那种像这种 是吧 四位数漏的底线高的东西 下边给你介绍这块料子 这就这样了 这个料子就这样了 懒得给你们介绍了 因为长得太丑了 好了 飞驰出品 它并定音频 喜欢飞驰的 双击加关注 按订阅